都是directly well with的題目 即是正比的題目 我們看到其實一開始 y加3 其實是正比於x2次加2x 其實正比於k 我們要留意k是不等於0 這個一定要提示給人看 等於0就不用玩了 下一步我們看到y是5 即是5加3 接著x是2 即是2次加2乘2 我們找到k其實是1 所以我們的公式 就是y加3 是等於x2次加2x 接著我們下一步 當x等於-2 我們要找y的值 即是x等於-2 我們看 y加3是等於-2 的2次再加2乘2 其實這邊是0 即是y等於-3 而下面那個呢 就是找x的值 當y等於-4 我們有一樣看 y等於-4 即是-4加3 是等於x的2次加2x 那這邊呢 我們就會0 就是x2次加2x 因為它這裏呢 只剩下答案是-1 所以我們把它放過來加1 那麼我們這裏呢 我們又是按機 方法是01 就變成x加1的2次 等於0 所以x呢 其實等於-1 所以x呢 其實等於-1 然後呢 我們就再繼續去看回第六題 那第六題這個呢 又是directly various的題目 那我們見到 y directly various 3x加a2次方 那這個又是k 那我們知道呢 k又是不等於0的 那就放些situation進去 那呢 一開始啦 x是0 y就是4 那我們會寫到呢 4 是等於k 乘A的2次方 那到另一個了 x是2 y就是196 那我們寫到呢 他196 是等於k 再乘3 乘2 再加a的2次方 那即是這一邊呢 196 是等於k 乘6 加a的2次方 那所以我們呢 就是有兩條的公式 在這裡 那 我們分別是1式和2式 這裡 那我們呢 就要計這兩個式 那我們就會選擇呢 用2式去除1式的 那就會是196 除4 是等於k 6加a的2次 再除回k a2次的 就是k k約了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會是49的 那再繼續下去了 我們把那個的a呢 就寫回去 就是49個a2次 那爆散這邊 36 再加12個a 再加a的2次 那我們呢 我們呢 就把它放好 對 那就會有48個a2次 減12a 再減36 等於0的 那在這裡呢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又是按機了 按機之後呢 我們就會找到 有兩個答案的 那分別呢 是a等於1 或者 a等於-3 除4的 那我們這裡就看回了 那它說的 a是大過0的 那這裡 那所以這一步 大家一定要記得 我們要reject了這個 原因就是要大過0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再看了 那我們就找了 A的值 那就 A part 找了A的值 那我們再express 它是in terms of express 那個 y in terms of x 這裡是 那我們看回了 那我們看回了 我們開頭呢 就是那個算式 寫下 就是這個 對 這個 那我們就是 找了那個A 那我們找完那個A 之後呢 就要再找那個K的值 那大家看到了 其實4是等於Ka二次方的 那我們寫回了 4等於Ka二次 那A已經知道是1 所以K就等於4來的 那所以我們這裡可以寫到 其實Y就是等於4 就3X 加1 的2次方 這個就是B part express y in terms of x 那我們就去到C part 我們就要找個Value of x 當它在這個情況 那我們就去看了 Y呢 是等於48個X 那就是48個X 是等於4 再3X加1的2次方 在這裡呢 我們這邊就是12 除了4 那爆散這邊 9X2次加6X再加1 那我們可以寫到 其實它是0 等於9X2次減6X加1 那把我12丟過來 我們丟過來這邊 那就是 這個X來的 4X丟過去 那我們再按機 就找到X其實就是3分1來的 那跟著呢 就去到 第8題的這裡 那就是Energy Energy就是 如果大家讀Physics 都大概知道是什麼公式的了 那這個A part 我們就看 它就說 那個Energy E 對 那它就 這次提升 這個Tamperature By 20度 Vari is directly to the Mask 那我們看 那它現在呢 就會是 E 是同那個Mask 是正比的 因為它就是說了那個Mask 那這裏 那這裏呢 K又是不等於0 那我們寫第一個 的色出來 那大家見到了 那我們 在這裏 它有說過 那Mask呢 就是0.25KG 那那個的 Energy就是8750那麽多K周 然後放進去我們就會找到它8750 是等於K乘0.25 那我們找到K的值其實是35000 所以它去到之後那個公式其實是E等於35000 35000的M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找那個公式A part 那我們再看下去 B part那裏就說了 我們就要 B part那裏 就是說如果那個面膜增加到0.25去0.3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Percentage change in the energy to raise temperature of the liquid by 20 degree 就是說我們就要找回它那個 Energy的改變是多少 其實它就說是0.3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0.3進去 E就等於35000 再按一個K周 那我用回計算過那個 change of percentage 新數減舊數 除舊數乘100% 這個新數就是10500 剛剛計算的 減舊數8750 剩下100% 那我們找到其實就是20% 那就是說其實它就改變了是20% 如果我要把那個液體是會升20度的時候 就是會增加20%的能量 這個就是 那些小鈴鐺 你會有很多問題 我要用,把這個傷害 做法